一花一世界,一夜一菩提,欢迎来到禅艺 岁月悠悠,时光如缩,转眼间,青丝变白发,人生步入了晚秋的时节 在这个阶段,人们对于幸福的定义,往往不再是年轻时追求的名利与物质 而是一种更为质朴,纯粹的生活状态 人一旦老了,身无病,心无忧,穷日子穷过,复日子复过,就是幸福 一,身无病,是最大的福气 老话常说,健康是福 年轻时,我们或许还能用身体去拼搏,去换取想要的生活 但到了老年,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比什么都重要 没有了疾病的困扰,每一天都能自在呼吸,轻松散步 享受着大自然赋予的每一份清新与宁静 这便是最大的幸福 不必再为病痛烦恼,不必频繁往返于医院之间 身体的安康,让晚年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活力和希望 二,心无忧,是心灵的归宿 人老了,经历过风风雨雨,看过了事态炎凉 心态也渐渐归于平和 心无忧,不是说没有烦恼 而是学会了放下,学会了释怀 不再为儿女的虔诚过分焦虑 不再为过去的遗憾耿耿于怀 心态的平和,让心灵找到了真正的归宿 和老伴一起,或是三无好友相聚 聊聊家常,回忆往昔 心中充满的是对生活的感激和对未来的淡然期待 这样的心境,让晚年生活充满了温馨与和谐 三,穷日子穷过,复日子复过,是生活的智慧 到了老年,对于物质的需求往往不再那么强烈 无论是穷日子还是富日子,都能坦然面对 这是一种生活的智慧 穷日子穷过,不代表生活质量就要大打折扣 而是学会在有限的资源里寻找乐趣 一周一饭,一针一线,都能体会到生活的美好 而复日子复过,也不是奢侈浪费 而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适当提升生活质量 享受一些年轻时未曾有过的体验 比如一次远行,一本好书,一场音乐会 让精神世界更加丰富多彩 四,家人陪伴是最温暖的幸福 人老了,最渴望的莫过于家人的陪伴 儿女绕夕,孙辈欢笑 这份天伦之乐,是多少金钱都买不来的 周末时,一家人围坐一桌 吃一顿简单的家常饭 聊聊工作,谈谈学习 那份亲情的温暖,足以驱散所有的孤独与寂寞 即使物质上并不富裕 但家人的陪伴,让每一天都充满了爱与希望 这是最真实,最持久的幸福 五,心态决定幸福的高度 幸福,其实是一种内心的感受 与物质条件的好坏并不完全成正比 老年人如果能保持一颗乐观向上的心 无论身处何种环境 都能找到幸福的源泉 培养感恩之心 感激生命中每一次的相逢 每一份的拥有 学会知足常乐 珍视身边的人 珍惜眼前的一切 心态好了 幸福的感觉自然会油然而生 即便是在平凡的日子里 也能品出不一样的甜蜜与温馨 六,培养兴趣 让生活更有色彩 老年生活 不应该只是等待时光的流逝 培养一些兴趣爱好 无论是书法 原意 阅读 还是旅行 都能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这些兴趣不仅能够陶冶情操 还能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 让生活充满乐趣和活力 当一个人有了自己的精神寄托 即便是在独处时 也能感受到内心的充实与满足 七,保持学习 与时代同行 时代在进步 社会在发展 老年人也不应该停下学习的脚步 无论是通过书籍 网络 还是与年轻人的交流 不断吸收新知识 了解新世界 可以让心态更加年轻 思维更加活跃 保持学习 不仅是为了不被时代淘汰 更是为了让自己的人生更加宽广 更加精彩 人一旦老了 追求的幸福 其实很简单 身体健康 心态平和 无论贫富 都能乐在其中 家人相伴 精神充实 与时代同行 这样的晚年生活 虽平淡却真实 虽简单却幸福 岁月悠悠 愿每一位步入晚年的朋友 都能拥有这样一份质朴 而深刻的幸福 光阴四溅 岁月如缩 一晃就老了 三晃两晃 可能就没了 1965年出生的我 今年虚岁60岁了 到了这个年龄段 我突然间发现 要想往后余生过的幸福少烦恼 就不能缺少以下这几样东西 不能缺少健康 除了健康都是浮云 这不是鸡汤 健康第一 其他都是零 有了健康 才有享受余生的资本 所以 人到老年 往后余生 要想幸福少烦恼 就不能缺少健康 没了健康 就没了一切 所以 为了健康 我们要继续保持 良好的饮食习惯 和生活习惯 不要整天大鱼大肉 要荤素搭配 不要暴饮暴食 要每顿吃个八分饱 不要高油 高盐 高糖 要预防三高 避免慢性病的发生 不要吃剩菜剩饭 要多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 多喝牛奶 多吃坚果 增强身体的免疫力 减少疾病的发生 只要不得病 才能幸福少烦恼 不要抽烟 不要喝酒 不要熬夜 要适当地运动 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 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 而不是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要做适当的全身按摩 包括按摩头顶部 干洗脸 揉耳朵 揉腹 按摩足三里 按摩足底 睡前用温水泡泡脚 记得多晒晒太阳 促进血液循环 促进健康长寿 同时记得要定期体检 目的就在于早期发现疾病 早期对症治疗 不让小病发展成大病和重病 不给自己将来躺在床上后悔的机会 只要咱们能够不生病 少生病 晚生病 只要晚一天躺在床上 那么我们就活得有尊严一天 所以这第一点很重要 就是要想往后余生 幸福少烦恼 就不能缺少健康 不能缺少钱财 人老了 往后余生要想幸福少烦恼 金钱自然少不了 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 老婆孩子有 还得伸伸手 人老了 钱就是老年人生存的底气和尊严 缺什么不能缺钱 所以 但凡身体健康能干得动的情况下 还是要继续找点活干一干 不仅锻炼身体 最主要的是还能多挣点养老钱 手里有余粮 心里就不慌 同时 无论钱再少 我们都要记得继续存钱 花钱不能大手大脚 还有就是要守好自己的养老钱 不要去买没有保健作用的保健品 不要随便地把钱借给别人 更不要早早地把钱都给到子女手里 也不要盲目地理财 所有的这些都是为了守住手里的钱财 要想余生幸福少烦恼 就不能缺少钱财 不能缺少住房 人到老年 要想往后余生幸福少烦恼 就不能缺少住房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 人老了 只有生活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 才能够自由自在 幸福快乐 所以 无论何时何地都记住 千万不能把老家的房子卖了 去到城里 去给孩子付什么楼房的首付 有多少钱 就办多大的事 千万不要跟孩子生活在一起 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 当天长日久 彼此产生矛盾 打得鸡飞狗跳的时候 自己连个退路都没有 所以 要想晚年幸福少烦恼 千万不能缺少住房 不能缺少老伴 人老了 要想往后余生幸福少烦恼 就不能缺少老伴 少时夫妻老来伴 老时情比少时浓 老伴老伴 老了还得有个老伴 子女在孝顺 也不能二十四小时 陪伴在咱的身边 只有老伴 在咱生病住院的时候 能够端水地药 安前马后 不离不弃地伺候着 最浪漫的事 就是和你坐着摇椅 一起慢慢变老 所以 老了 要想幸福少烦恼 不能缺少老伴 不能缺少爱好 人老了 要想往后余生幸福少烦恼 不能缺少爱好 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兴趣爱好 哪怕约上三无好友 到河边去钓钓鱼 摸摸虾 去老年大学里学学画画 学学书法 学学走模特步 或者是去到公园里唱唱歌 跳跳舞 下下象棋 打打牌 总之 怎么开心怎么来 世界那么大 记得去看看 去浏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 品尝一下各地美食 也不往来人世间走一遭 不能缺少陪伴 人老了 要想往后余生 幸福少烦恼 不能缺少儿孙的陪伴 只要有孝顺的子女陪在身边 就是幸福 哪怕再苦再累 看见儿孙满堂 心中也会有满满的幸福感 人到老年 免不了都会感到孤独和寂寞 但哪怕远方子女的一个视频 一个电话 甚至是一个短信 都能够让老人幸福一整天 所以 老年人晚年幸福少烦恼 缺少不了儿孙的陪伴 总之 人到老年 往后余生 要想幸福快乐少烦恼 就是不能缺少健康 不能缺少钱财 不能缺少住房 不能缺少老伴 不能缺少爱好 不能缺钱陪伴 祝愿所有的老年人 都能有一个幸福快乐的晚年 都能得偿所愿 岁月如梭 光阴荣染 我们每个人都会走向衰老 这是生命不可避免的过程 然而 面对老去 有些人能够泰然处之 有些人却陷入了无尽的忧虑 其实 人一旦老了 千万别想太多 过多的忧虑 只会毁掉自己的晚年幸福 我们应该学会释怀 享受每一个当下 1 烦恼来源于想太多 我们常说天下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但有时候 我们也需要警惕 不要让有心人变成了多心人 尤其是在老年时期 随着身体机能的下降 和社会角色的转变 很多人开始担心未来 担心健康 担心孤独 这些担忧 往往不是来自于现实的问题 而是我们自己想的太多 老年时期 我们本应该享受生活的宁静与甜淡 但如果我们总是想太多 就会让自己陷入无尽的烦恼之中 我们会担心子女的生活 担心自己的健康状况 甚至担心世界的变化 这些担忧 不仅会影响我们的心情 还可能导致我们的身体健康状况恶化 其实 很多烦恼 都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 当我们把注意力过多地 放在未来可能发生的问题上 就会忽视眼前的美好 我们会忘记欣赏窗外的风景 忘记品味食物的美味 忘记与亲朋好友相聚的欢乐 这样的生活 岂不是太可惜了 所以 老年时期 我们不要想太多 生活已经给了我们足够多的挑战和机遇 何必在自己给自己制造烦恼呢 我们应该学会放下心中的包袱 享受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二 一岁有一岁的味道 人生就像一场旅行 每一个阶段都有它独特的风景 幼年时期 我们天真烂漫 对世界充满好奇 青年时期 我们朝气蓬勃 追求梦想 中年时期 我们沉稳内敛 肩负家庭与社会的责任 而到了老年时期 我们应该学会享受生活的宁静与甜淡 一岁有一岁的味道 老年时期也有它独特的韵味 这是一个我们可以放慢脚步 细细品味生活的阶段 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阅读 去思考 去旅行 去陪伴家人 这是一个 我们可以更加专注于自己内心世界的阶段 不再被外界的纷扰所牵绊 所以 老年时期并不是一个可怕的阶段 而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新起点 我们应该珍惜这个阶段 用心去感受它带来的每一份惊喜和感动 三 让别人做别人 让自己做自己 在人生的旅途中 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和事 有时候 我们会不自觉地受到他人的影响 甚至试图去模仿别人 但真正的幸福 是来自于内心的满足和自我实现 老年时期 我们更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不要过分关注别人的生活 也不要试图去比较和竞争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我们应该尊重彼此的差异 让别人做别人 让自己做自己 当我们放下对别人的羡慕和嫉妒 放下对自己的苛求和不满 我们就会发现 原来生活可以如此简单而美好 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去生活 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和兴趣 这样的生活 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幸福生活 人一旦老了 千万不要想太多 烦恼往往来源于我们自己的内心 而不是外界的环境 我们应该学会释怀 享受每一个当下 一岁有一岁的味道 老年时期也有它独特的韵味和美好 让我们放下包袱 做最真实的自己 去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吧 岁月匆匆 人生如梦 每个人都会老去 都会在时间的河流中 感受到生命的流逝 有人说 长寿是福 是上天赐予的恩赐 但也有人说 长寿未必都是好事 尤其是当看到子孙 不如自己期望的那般兴旺时 一 老人长寿 容易白发人送黑发人 老人长寿 本是件值得庆幸的事 但命运弄人 有时长寿却成了一种别样的负担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 老人们或许会遭遇一次又一次的白发人 送黑发人的悲痛 生命的无常 让老人们不得不面对 子孙先自己而去的残酷现实 想象一下 一个年迈的老人 在晚年本该享受天伦之乐 却因为子女的早逝 而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 那种无助和绝望 是任何语言都难以形容的 长寿在这种情况下 似乎成了一种诅咒 让老人们在无尽的思念和痛苦中挣扎 二 老人长寿 对子孙的孝顺是考验 长寿的老人 往往需要更多的照顾和陪伴 这对子孙来说 无疑是一种考验 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 子孙们要兼顾工作 家庭和自己的生活 同时还要抽出时间 来陪伴和照顾长寿的老人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然而 有些子孙在面对这种考验时 却显得力不从心 他们或许会因为工作繁忙 而忽视了老人的需求 或许会因为自己的小家庭所事 而忽略了老人的感受 这种情况下 长寿反而成了一种 家庭矛盾的导火索 让原本和睦的家庭关系 变得紧张起来 三 老人长寿 有远见 才能家庭和睦 当然 长寿也并非总是带来负面影响 对于那些有远见的老人来说 他们的长寿 反而能成为家庭和睦的催化剂 这些老人深知生命的可贵 他们懂得如何在晚年 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如何用自己的智慧和经验 来化解家庭中的矛盾和纷争 有远见的老人 会提前规划好自己的晚年生活 尽量减轻子孙的负担 他们会在身体健康的时候 尽可能地帮助子孙 解决生活中的困难 也会在精神上 给予子孙支持和鼓励 这样的老人 即使长寿 也不会成为子孙的负担 反而会成为家庭的精神支柱 更重要的是 有远见的老人 会用自己的言行 来影响和教育子孙 他们会让子孙明白 孝顺不仅仅是一种义务 更是一种责任和担当 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 长大的子孙 往往会更加懂得珍惜和感恩 也会更加努力地生活和工作 人一旦老了 就会慢慢醒悟许多事情 长寿老人与子孙的关系 并非简单的因果关系 而是需要双方共同努力 去维系和经营的 长寿并不是诅咒 也不是负担 关键在于 我们如何看待和处理这段关系 对于子孙来说 孝顺不仅仅是一种传统美德 更是一种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 无论生活多么忙碌和艰辛 都不应该忘记身边的老人 而对于长寿的老人来说 他们也需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远见 来维系家庭的和睦与团结 生命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 我们每个人都将从年轻走向衰老 从强壮走向脆弱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需要学会珍惜和感恩身边的每一个人 尤其是那些陪伴我们 走过漫长岁月的老人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在生命的旅途中 找到真正的幸福和安宁 岁月悠悠 人生如梦 随着时间的推移 每个人都会经历从青涩到成熟的转变 而朋友圈作为记录生活点滴的窗口 也常常不自觉地透露出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和真实人品 尤其是当一个人步入老年 那些经年累月积累下来的习惯与性格 更会在朋友圈中显露无遗 一 频繁抱怨 负能量满满 哎呀 这天气怎么这么热呀 真是受不了 现在的年轻人 一点都不懂尊重老人 如果一位老人的朋友圈 总是充斥着这样的抱怨和不满 仿佛整个世界都欠了他一份安宁 那么这样的人 多半心态较为消极 缺乏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长期与这样的人相处 你可能会发现自己的心情 也逐渐被负能量所侵蚀 生活变得压抑而沉重 二 炫耀攀比 虚荣心强 看看我儿子给我买的最新款iPhone 刚从国外旅游回来 生活就是要享受 偶尔分享生活的美好无可厚非 但若一位老人的朋友圈成了炫耀的舞台 无论是物质还是子女的成就 都可能成为他们攀比的工具 这样的行为往往反映出 其内心的虚荣和不满足 与这样的人深交 你可能会发现自己 也被卷入无休止的比较之中 失去了生活的本真与平静 三 传播谣言 缺乏判断力 听说吃这种食物能长寿 快转发给你关心的人 这个养生秘诀太神了 不转不是中国人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 谣言往往披着善意的外衣 四处传播 如果一位老人 不加甄别地转发各类未经证实的信息 甚至乐此不疲 这不仅显示出他们缺乏基本的判断力 还可能给周围的人带来误导和困扰 与这样的人深交 你或许会发现自己的思想 也被不自觉地牵引 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四 消极悲观 缺乏正能量 人老了 什么都没用了 活着就是受罪 不如早点解脱 偶尔的感慨可以理解 但若一位老人的朋友圈 总是弥漫着消极悲观的情绪 对生活失去热情和希望 这样的心态 不仅影响自己 也会给周围的人 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 长期与这样的人相处 你可能会发现自己的心态 也变得消极 失去了面对困难的勇气和动力 五 无视他人感受 自私自利 为什么都没人理我 真是事态炎凉 我又不需要你们 自己过也挺好 如果一位老人在朋友圈中经常表现出 对他人的不满和忽视 甚至以此为荣 认为自己独立特形 这其实是一种自私自利的表现 他们往往只关注自己的感受 忽略了对他人的理解和尊重 与这样的人深交 你可能会发现 自己在关系中 总是处于被动和牺牲的一方 难以获得真正的情感交流和支持 人生路上 选择与谁同行 往往决定了 我们生活的质量和心灵的富足 老年人作为人生的智者 本应传递更多的温暖与智慧 而非成为负能量的源泉 面对那些朋友圈中 透露出不良人品特质的老人 我们应当保持一份理性的距离 不是冷漠 而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 不让负面的情绪和行为 影响到自己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 毕竟 真正的友情和交往 应当是相互成就 共同成长 而非一方的消耗与拖累 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都值得我们用心去选择 去珍惜那些 能够给予我们正能量 陪伴我们共同前行的伙伴 岁月悠悠 时光如梭 转眼间 青丝变白发 青春的脸庞也刻上了岁月的痕迹 人一旦老了 心态 生活方式都得跟着变 不然啊 就容易闹出笑话来 特别是自作多情这事 更是得小心翼翼 免得给自己添堵 也给别人添乱 一 社交有界 别轻易对号入座 老年人参与社交活动 是件好事 能增进身心健康 但有时候 在一些集体活动中 老人们可能因为一句玩笑话 一个无意的眼神 就觉得自己被特别关注 或者排斥 从而心生不快 其实 很多时候 这些都是自己心里的小剧场在作祟 别人可能根本没有那个意思 小贴士 保持开放和乐观的心态 遇到不确定的情况时 不妨先问问自己 我真的了解对方的意图吗 或者直接和对方沟通 避免因为自己的对号入座 而错失了交友的好机会 或是无端制造了误会 二 面对新科技 别自作多情 以为被忽视 科技日新月异 老年人可能在这方面 感到力不从心 有时候 孩子们忙于用手机 电脑 忽略了与老人的交流 老人可能会觉得自己 被冷落了 但实际上 很多时候 只是孩子们习惯了 用科技解决问题 并非有意忽视 小贴士 主动学习和适应一些基础的科技知识 比如 如何使用智能手机的基本功能 这样不仅能减少误解 还能让自己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 与孩子们 有更多共同话题 同时 也可以明确表达自己的感受 告诉孩子们 我想和你们多聊聊 能不能放下手机一会儿 直接沟通 往往比暗字神伤更有效 三 对待旧情 学会放手 别多情反背 无情脑 人到老年 回忆起往昔 心中难免泛起涟漪 有时候 会对过去的感情念念不忘 甚至试图重燃救火 殊不知 时过境迁 人是已非 过多的自作多情 只会让自己陷入不必要的情感纠葛中 还可能影响到现有的生活平衡 小贴士 珍惜眼前人 活在当下 过去的美好值得回忆 但更重要的是把握现在的幸福 如果真的想念老朋友 不妨通过书信 电话等方式适度联系 保持一份纯真的友谊 而不是试图找回失去的爱情或激情 四 健康养生 别自作多情 以为秘方在手 老年人注重养生是好事 但有时候容易迷信一些未经证实的偏方 秘方 甚至因此拒绝正规医疗 这种自作多情地认为 某种方法对自己特别有效 实则可能带来健康风险 小贴士 相信科学 有病就医 面对健康问题 一定要咨询专业医生 遵循医嘱 不要轻信网络传言或未经证实的治疗方法 保持理性 对自己的身体负责 也是对家人的负责 人老了 心态要跟着调整 别自作多情 这样既能让自己的生活更加舒心 也能让周围的人感到轻松愉快 岁月虽长 但每一刻都值得珍惜 用一颗平和 理智的心去面对 生活自然会更加美好 记住 老去的是年龄 不老的是对生活的热爱 和对美好的追求 人的想法 是随着年龄的变化而变化的 六十岁了 退休了 回过头来仔细地想一想 才有所醒悟 其实 哪有什么完美的人生 更没有什么苦尽甘来 有的只是苦中作乐罢了 来自学习的苦 当你背起书包 踏上学堂的那一刻 不知不觉中 苦难就来了 面临着学习能不能跟上 能不能被淘汰 小学 初中 高中一步步地 总被现实逼得喘不过起来 来自学业的压力 来自父母的唠叨 来自老师的训斥 还有来自考不好时 自己内心的沮丧 苦不苦 很苦吧 这是第一苦 就是来自学习的苦 来自就业的苦 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 觉得终于可以松口气儿了 可是没想到大学一毕业就面临着失业 尤其是像现在这个就业环境 有多少孩子大学毕业之后在家里躺平 因为高不成低不就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有的孩子即使好不容易上了班 可是又吃不了其中的苦 一言不合就辞职 选择在家啃老 就说这肯定不是他的本意 只是无可奈何罢了 他内心里的苦不言而喻 来自家庭的苦 在后来长大了 结婚了 要面临着这一大家子的生活问题 你说他能不苦吗 孩子从一生下来开始 就东怕西怕的 怕他今天感冒 明天发烧的 怕冬天冷了 夏天热的 怕吃不好 睡不好的 恨不能三岁两岁 就开始参加这个补习班 那个兴趣班的 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你说苦不苦 很苦吧 来自带玩的苦 终于孩子大了 退休了 好不容易觉得会苦尽甘来了 可是没想到的是 又开始帮忙照顾孙伯了 话说现在的孩子生活压力这么大 对于刚刚退休的我们 面临带娃这个问题 能够选择逃避吗 能够坐视不管 置之不理吗 显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 哪有什么游山玩水 悠然自在地退休生活 还不是纷纷踏上了带玩的征程 有的人撇下在家不会做饭的老公 千里迢迢地去到儿子家帮忙带玩 出力出钱又不落后 如果遇见不知道感恩的儿媳 还要看她的冷脸子 听她的冷言冷语 可是 反过来 为了儿子小家庭的和睦相处 又只好默默地承受着所有的不公平 咽下所有的委屈 你说苦不苦 可能其中的痛苦无法言说 只有默默消化罢了 来自照顾父母的苦 好不容易把玩儿带到三岁上的幼儿园 自己背起行囊 乐颠颠地回到老家 自觉总算是熬出这个苦了 松了一口气了 没想到又要去承受照顾父母的苦难 六十岁退休的老人 如果父母尚健在的情况下 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了 如果父母生活能够自理 倒也无妨 只是频繁地去陪老人说说话 聊聊天 帮忙做做简单的家务即可 怕就怕父母生活不能自理 那就是自己真正苦难的来临了 因为自己本身就是一身的病 照顾父母就会觉得力不从心 想把父母送到养老院 又于心不忍 况且还囊中羞涩 尤其是生活不能自理的父母 去到养老院那一个月不得个万八千的 那都是天文数字啊 没办法 只好自己强撑着来尽孝 还有就是不但自己不忍心 又怕别人笑话 自己不孝顺 所以在两难之中 最后只好咬牙自己吃苦来照顾父母 在照顾父母这个问题上 我们都不要道德绑架 其中的苦和难只有身在其中的人 才能够感同身受 现在的老人又都长寿 百八十岁的比比皆是 昨天我们单位来体检 有好多接近百岁的老人 照顾他们的也都是六七十岁的小老人 来自自身疾病的苦 多年之后终于静效结束了 把父母送走了 觉得这下自己能够享福了 可是没想到此时的自己又面临着 不是这疼就是那病的 不是去医院看病 就是在去医院的路上 来自对孩子的牵挂的苦 孩子又长大了 又挂着孩子的小家庭 过得怎么样 还有的就是 现在有的孩子选择不婚不嫁 你说老人的心里苦不苦 我们单位有两个同事 儿子都是三十岁左右的年龄了 人家压哥不着急 给妈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人家丝毫不为所动 你要是叨到多了 人家就翻个白眼 转身离开 你说心里苦啊 但又有啥办法呢 只好自我消化吧 总之 说来道去 人这一辈子 就是说哪有什么完美的人生 都是在不同的时期 不同的阶段 承受着不同的苦和难 更没有什么苦尽甘来 所有的苦难一个接一个 接踵而至 暗下葫芦起了瓢 只是说 我们要勇敢地去接受 去接纳现实 才能够在生活中苦中作乐 岁月悠悠 人生如梦 当我们步入老年 生活的节奏慢了下来 心境也逐渐变得平和 这个时候 我们更应该珍惜眼前人 享受生活的每一刻 然而 有些关系 即便是曾经亲密无间 到了老年 或许就不再适合 频繁见面了 不是因为我们变得冷漠 而是因为生活阶段的不同 让我们需要做出一些选择 以保护自己的心灵 和身体健康 以下四种人 不管过去关系有多好 老了之后 还是少见面为好 这对谁都没有坏处 一 负能量满满的朋友 人老了 需要的是温暖和阳光 而不是无休止的抱怨和负能量 有些朋友 一见面就开始数落生活的不公 抱怨子女的不孝 甚至是无病呻吟 这样的朋友 或许年轻时 我们能给予理解和安慰 但到了老年 我们自己的心力也有限 过多的负能量 只会让我们感到压抑和疲惫 解决方法 可以选择性地减少 与这类朋友的见面频率 或者在他们抱怨时 礼貌地转移话题 谈谈更轻松愉快的事情 保持自己的心态积极 对晚年生活至关重要 二 总是攀比炫耀的人 人老了 应该学会放下 享受简单和平静的生活 但总有些人 即使到了老年 依然热衷于攀比和炫耀 无论是子女的成就 还是自己的物质财富 这样的见面 往往会让人心声不满 或者自卑 对心理健康没有好处 解决方法 对于这种攀比炫耀的朋友 我们可以选择性地 避免一些容易引起攀比的话题 或者在他们炫耀时 淡然处之 不卑不亢 记住 真正的幸福不是比出来的 而是自己内心的感受 三 喜欢搬弄是非的人 老年生活 应该是宁静和祥和的 但有些人 却喜欢搬弄是非 传播流言蜚语 这样的人 不仅会让我们的生活 变得复杂 还可能因为一些 无中生有的事情 破坏我们与其他人的关系 解决方法 对于这种喜欢搬弄是非的朋友 我们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 不要轻易 被他们的言语所左右 更不要参与 他们的流言传播 保持自己的清静和安宁 是老年生活的一大要务 四 过去有矛盾未解的人 人老了 应该学会放下过去的恩怨 但有些矛盾 或许年轻时 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解决 到了老年 如果再见这样的人 很可能会因为旧事重提 勾起不愉快的回忆 甚至引发新的争执 解决方法 对于过去有矛盾未解的人 我们可以选择彻底放下 不再见面 如果确实需要见面 也要保持冷静和克制 不要让过去的矛盾 影响到现在的生活 学会宽容和释怀 是老年智慧的一部分 老年 是人生的一个美好阶段 值得我们用最好的状态 去迎接 在这个过程中 选择性的减少 与某些人的见面 不是冷漠 而是一种自我保护 我们要珍惜那些 能带给我们温暖和快乐的人 远离那些可能带来负能量 和矛盾的人 只有这样 我们的晚年生活 才能更加宁静 幸福和充实 记住 生活的质量 往往取决于 我们自己的选择和态度 愿每一个步入老年的人 都能拥有一个平和 安详 快乐的晚年 随着年岁的增长 我们越来越喜欢 通过朋友圈 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 然而 有些时候 我们不经意间发布的内容 或许并不适合所有人的口味 尤其是当我们步入中老年 更应该注意 自己在社交平台上的言行举止 毕竟 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看到 我们生活中的某些细节 一 别总晒亲人去世的悲伤 亲人离世 无疑是人生中最悲痛的时刻之一 这种深切的哀痛 往往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要在朋友圈里寻求慰藉 然而 频繁地发布关于亲人去世的悲伤情绪 可能会让朋友圈的气氛变得沉重 对于其他人来说 他们或许并不希望每次打开朋友圈 都被悲伤和沉重所包围 我们可以理解 失去亲人的痛苦 但长时间沉浸在悲伤中 并通过社交媒体不断表达这种情绪 可能会让周围的人感到不适 生活总是要继续的 而我们需要学会在适当的时候 将内心的悲伤转化为积极前行的力量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压抑自己的情感 而是要找到一个更合适的方式来处理和表达 二 财富展示并非人人欣赏 随着岁月的积累 我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在事业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也积累了一定的财富 于是 有些人喜欢在朋友圈里晒出自己的豪车 豪宅或是奢华的旅行 然而 这样的炫富行为 很可能会引起他人的反感和不适 要知道 每个人的生活经历和物质条件都是不同的 对于那些还在为生活努力奋斗的人来说 频繁的炫富行为可能会刺痛他们的内心 而且 真正的幸福和成功 并不是靠物质来衡量的 我们应该更加注重内在的修养 和精神的富足 而不是过分追求物质的炫耀 三 过度消极的情绪不宜分享 人生不如意是十之八九 当我们遭遇挫折或者心情低落时 可能会在朋友圈里发泣一些消极的情绪 然而 过度的消极情绪不仅对自己无意 还可能影响到他人的情绪 毕竟 朋友圈是一个社交场所 我们希望在这里看到的是积极向上的内容和正能量 如果我们长时间在朋友圈里传递负能量 很可能会让朋友们感到压抑和疏远 因此 当我们遇到不开心的事情时 不妨尝试找些积极的方式来排解情绪 比如运动 听音乐 或者与亲朋好友面对面交流 这样既能让自己走出阴霾 也能避免给朋友圈带来不必要的负面情绪 朋友圈是我们与他人分享生活的一个重要平台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更应该学会在这个平台上恰当地展示自己 避免发布过于沉重 炫富或消极的内容 不仅是对自己的尊重 也是对他人的尊重 我们可以尝试在朋友圈分享更多友谊的内容 比如 分享一些生活中的小确幸 让朋友们感受到生活中的美好 或者分享一些自己的见闻和思考 引发大家的共鸣和讨论 这样 我们的朋友圈就会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也能吸引更多人的关注和喜爱 1965年出生的我 今年虚岁60岁了 也算是名副其实的老太太了 我就在想 人到老年 到底怎么过才算幸福 想来想去 得出的结论是 幸福不是建立在有房有车上 而是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身体健康 除了健康都是浮云 这不是鸡汤 健康第一 其他都是零 只有健康 才有享受余生的资本 要不然 哪怕你家缠万贯 但整天病病样样的 不是这疼就是那病的 不是今天上医院去检查 就是明天上医院去治疗的 哪来的幸福可言 话说现在的孩子都挺忙的 因为自己的身体不好 肯定要牵扯到孩子们的经历吧 那样 你哪来的幸福可言呢 久病床前无孝子 时间久了 孩子们肯定就会表现出厌烦的情绪 一看到孩子们 整天鼻子不是鼻子 脸不是脸的呵斥你 那你哪来的幸福 所以 我就觉得 幸福的晚年 就是无病无灾 健康一身轻 为了健康 我们就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和饮食习惯 不要抽烟 不要熬夜 不要喝酒 要适当的运动 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 而不是跟风日走一万步两万步的 那样是最伤膝盖的 并且膝盖一旦损伤了 就是永久性的无法恢复了 记得要晒晒太阳补补钙 万物生长靠太阳 这绝对是真理 还要记得 每天抽出十分八分的时间来做全身按摩 包括按摩头顶部 干洗脸 揉耳朵 揉腹 按摩足三里 按摩足底 睡前记得泡泡脚 促进血液循环 促进健康长寿 饮食也要格外注意 不要大鱼大肉 要荤素搭配 要少油 少盐 少糖 预防三高 避免慢性病的发生 要多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 多喝牛奶 多吃坚果 增强身体的免疫力 抵御疾病的发生 同时还要记得定期体检 目的就在于 早期发现疾病早期对症治疗 不让小病脱成大病和重病 不给自己将来 躺在床上后悔的机会 尽量地不给自己留有遗憾 这一辈子就算圆满了 家庭美满 幸福的晚年 应该是家庭美满 试想一下 随着年龄的越来越大 离开职场退休后 接触最亲密的 就是自己的家人了 最主要的就是孩子 因为兄弟姐妹 几乎也不怎么来往了 那么跟孩子之间 如果相处好了 自然咱们心情就美美的 就会觉得生活很幸福 难道不是吗 你想 哪怕你再有钱 如果孩子们都不理你 你老了有钱 又有什么用呢 随着年龄的越来越大 吃不了多少 也喝不了多少的 话说现在 咱们都有医保 看病住院 其实也花不了多少钱的 所以 我就觉得 跟孩子之间的关系 相处融洽 这才是老年人的幸福 如果咱们手里有钱 千万不要扣扣搜搜的 留下自己的养老钱 剩余的部分 就拿出来给孩子花点 给自己的孩子 花了又不是给别人花了 有什么不舍的呢 给孩子花完钱了 孩子们开心 自己也高兴 人到老年 给孩子花钱 有满满的成就感 觉得自己还有用 这样孩子们高兴 自己也开心 才觉得自己生活得很幸福 不用去羡慕别人的孩子 有多优秀 优秀的孩子 都是给别人培养的 咱孩子虽然普普通通 但是时刻围绕在咱们身边 让咱能够享受 儿孙绕夕的天伦之乐 这才是晚年最大的幸福 就比如说 昨天晚上 我跟儿子一家三口去山姆超市购物 我给小孙女买了礼物 买了衣服 买了吃的 给儿子儿媳也买了他们喜欢吃的榴莲等水果 大家开开心心地逛到晚上九点 超市即将关门了才离开 大一包小一果地满载而归 最主要的是 孙子看着给他买了一堆东西 抱着我奶生奶气地说句 谢谢奶奶 儿子儿媳也都在微信上感谢金主妈妈 你就说 这钱花得值不值 是不是觉得心里乐开了花呀 所以 老年人的幸福不是把手里的钱握得紧紧的 而是只要留下养老钱 其他的就跟孩子们一起去享用 这才是幸福的 良好心态 老年人的幸福 还有一点就是取决于自己的心态 只要心态好了 啥都不是事 有个小病小痛的 咱们该治疗就治疗 凡是听治的病都不是病 得了大病 只要医生说有治愈的希望 那么就积极地配合 到最后 实在无药可治的时候 那就果断地选择放弃 人来一世 有生就有死 这是无论大官大将 还是平民百姓都要经历的过程 只要有平和的心态去应对它就罢了 总之 人到老年 幸福不是建立在有房有车子上 而是要身体健康 没病没灾才是福 第二个就是 一定要跟子女关系融洽和睦相处 家和才能万事兴 最后一点就是 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 去正确地看待疾病和衰老这两个问题 只有满足以上这几个条件 才能够让咱们的晚年幸福 难道不是吗 在现如今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的前提下 似乎每个老年人都有一个都有共同的愿望 那就是希望自己越长寿越好 岂不知老年生活追求的不是数量 而是质量 如果没有质量的生活 哪怕活到百岁又有啥意义呢 所以 要想提高晚年的生活质量 就要做好以下几点 时刻关注身体健康 人到老年 没病没渣 才叫活得有质量 如果生活不能自理了 躺在床上完全由别人来照顾的时候 谈和有质量地活着呀 所以 我们要想晚年生活的有质量 就要时刻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 为了有质量地活着 就要继续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 要管住嘴 迈开腿 不要整天大鱼大肉的 要记得荤素搭配 不要暴饮暴食 要每顿吃个八分饱 不要吃剩菜剩饭 要多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 要少油 少盐 少糖 注意三高 避免慢性病的发生 只有身体健康 才会觉得生活有质量 要不然整天不是血压高 就是血糖高的 这也不敢吃 那也不敢喝的 要不离口 病病泱泱的 生活哪有质量可言 不要抽烟 不要喝酒 不要熬夜 要适当的运动 多晒晒太阳补补钙 同时还要记得定期体检 目的就在于早期发现疾病 早期干预治疗 不让小病脱成大病 不给自己将来躺在床上后悔的机会 只有时刻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 才能够及时地去发现身体的小毛病 及时地去干预 才能够提高晚年的生活质量 要守好兜里的养老钱 钱虽然不是万能的 但是没有钱也是万万不能的 老了要想生活有质量 必须要守好兜里的养老钱 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 老婆孩子有 还得伸伸手 老了生活有质量 也包括活得要有尊严 不过伸手向上的日子 养老永远靠自己 这样才活得有质量 不要热衷于听免费的养生课 记住免费的往往都是最贵的 千万不要看到别人喊爹叫娘的 就忘乎所以 就把自己心心存的养老钱都拿出来 买了毫无保健作用的保健品 最好的保健品是粗茶淡饭 最好的医生是自己 也不要早早地就把钱都给到子女手里 老了随着年龄的越来越大 毛病就会越来越多 别到咱们生病住院急用钱的时候 再反过来跟子女要 那个时候就被动了 我们为什么要变主动为被动呢 所以要守好兜里的养老钱 不到最后一刻不能撒手 老了钱就是老年人生存的底气和尊严 缺什么不能缺钱 老了也不要随便地把钱借给任何人 哪怕兄弟姐妹亲戚朋友也不要借 否则就是站着借钱 跪着要债 到头来不仅钱打了水漂 可能连彼此的情谊都没了 更不要随便地去给别人做担保 因为老了没有在挣钱的平台和机会了 只有靠着退休金和存款来度日了 所以轻易不能为别人做担保 到头来说不定把自己的老命都搭上了 更不要去盲目地炒股理财 投资有风险 炒股要谨慎 如果年轻的时候没有理财的经验 老了就不要去挣自己认知以外的钱 就把钱放到银行里 不单纯有利息 最主要的是保证本金安全 总体来说一句话 只要手里有钱 才活得有骨气 有尊严 有质量 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老窝儿 人老了 要有质量的生活 就必须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老窝儿 哪怕它只有三十二十平米的小窝儿 最起码 它属于咱们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金窝银窝 不如自己的狗窝 只有在自己的老窝里 才能够随心所欲 自由自在地生活 那样生活才有质量 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 人老了 要想生活得有质量 就必须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要正是衰老 正是疾病 人就像一台机器 用久了要老化的是一个道理 有个小病小痛的 都是正常的生理现象 不要大惊小怪 不要无病呻吟 凡是听治的病不叫病 小病从医 大病放弃 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如果无药可治时 选择不进ICU 不做插管等无谓的抢救 人这一辈子都是向死而生 只是活着的过程不同而已 无论大官大将 还是平民百姓 这世界唯一最公平的 就是死亡 死了死了 一了百了 所以 我们要想最后生活的有质量 就不要过度治疗 不要贪生怕死 要拥有一个良好的心态 勇敢地去接受 未来可能发生的一切 要有自知之明 人老了 当自己都讨厌自己的时候 难保别人会喜欢你 我们一定要有自知之明 不要瞎操心 不要多管闲事 儿孙自有儿孙福 跟子女之间 要做到装聋作哑又做傻 难得糊涂 彼此互不干扰 各自安好 让距离产生美 美不美先不说 最起码不让自己徒增烦恼 这样才能够让自己晚年生活的有质量 要知足者常乐 人到老年 要想生活的有质量 就不能自寻烦恼 要不攀不比 才能够知足者常乐 不盼攀谁的退休金比咱高 不比谁住的房子比咱大 要比就比健康吧 毕竟活着才是王道 只有不攀不比才能够晚年生活的有质量 总之 人老了 要想提高生活质量 就要时刻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 要守好兜里的养老钱 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老窝 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 要有自知之明 要知足者常乐 如果真能做到以上这些 就一定能够提高晚年的生活质量 就能够出一顿